畫面一閃而過 清楚看到防護員正在幫忙按摩 但躺在上面的被爆出不是選手 而是國訓中心桌球國家隊總教練徐榮展 國家隊選手出面控訴在國訓中心 卻無法得到專業指導 感同身受的不只一位 這種情況讓選手跟家長難以忍受決定 陳情 卻被踢皮球 實際聯繫總教練詢問 身為國手沒有得到應有的訓練 投訴媒體只希望官方能正視問題 還給選手們一個專業的訓練環境 三類新聞 呂燕 李文宇 沈萬宇 台北 採訪報導